好继续又是我们的论文门事件了 我们持续来看看喽 现在余正皇就说论文抄袭就是抄袭 但是这个林志坚却说他是好心被雷青 那么这个余正皇的律师曾威凯他就说 难道总统会比台大还要更客观更公正吗 那么包括现在有一些换奸说 已经被抛出来了 但是到底是不是一个假议题呢 当然是要时间来证明了 只不过呢就是因为现在 到底是谁抄袭谁 到底是谁的论文是抄袭的 现在两兆双方好像都在 说自己的论文就是原创 那到底谁才是原创呢 我们来看到总统蔡英文原本是要 陪同参拜的行程 但是今天又说因为公务比较繁忙 所以这样子临时要取消了 而至于呢未来 陈时中会不会跟林志坚合体呢 毕竟对方最近这个新闻亮点很多 新闻话题很多 但是却都不是好新闻 两个人会不会合体 他说目前都是按照竞选总部的规划在进行 没有说会也没有说不会 态度保留 那么继续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王世坚 他就说不要挑战社会的智慧 社会的判断已经出来了 这句话有弦外之音 而另外吴子佳就说林志坚是这个蔡英文定的调 所以没有人敢动他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党内其实是有一个要换林志坚的声音 但是无论是能换还是不能换或是要换谁 可能也要让党主席来决定了 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国民党怎么说 为了选举放弃学术伦理 痛批民进党继续执政会还有前途吗 而至于呢这个黄伟翰就说如果缺失如此明显 林志坚最后还是赢了 那么代表选举代表的是你们不生气吗 这个是他所说的 那么现在这个风波持续的进行 那么林志坚也坚称没有抄袭 余正皇也说他没有抄袭 那么呢现在这个余正皇论文说 他的这个资料是间接提供给他的 被暗指是抄袭的行为 那么他就说那个这个林志坚就说了 他是过河拆桥好心被雷青 只不过呢余正皇的律师就说 林志坚是政治选举利益凌驾在学术值上 市长想问一下 因为余正皇先生昨天透过律师来全面反击 认为说学术上的抄袭就是抄袭 这个好像就是好像在直指你 那未来会不会想跟他对簿公堂 我用的这一个这个论文的题目 是用我2014年选举的这个民调的资料 那这个资料是由我来提供的 那当时是在这个指导老师 陈明通的这一个 这个他向我提出 有一个同学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民调的资料是由陈明通老师 交给了余先生 那这整件事情发展到这样 我想这个是大家所不乐见的 那对我来说实在 喝心口如一惊 我们从这个接受当事人的委任到现在 我们一直在 在以当事人的权益作为我们的考量 但是显然 林志健一直是在以他的这个政治前途 还有他的选举利益在做考量 所以在台大通知双方去做说明的时候 我们是配合了学校的这个要求 去把论文的这个断线过程去做交代 但是林志健却是选择拒绝到学校去做说明 反而是第一时间就去跟总统做报告 那我想到底是谁把政治放在学术的前面 到底是谁想用政治来影响 这个学术正义的判断 我想这个社会只有公平 好 现在论文争议延烧 也是影响到了绿营北部的选情 不仅蓝营痛批 就连自家人好像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了 韩州总统蔡英文 力挺林志健 在28号还召集了党内重要的干部 到总统官邸讨论 现在的案子到底该怎么办 好像疑似想要决议全党就一人 外界就分析了 蔡英文如果权力相挺林志健 是因为可能拉不下脸 担心如果认错会兵败如山道 我们续续来看看 林志健论文及棒球场争议 两头烧 人设形象大崩坏 恐怕重击民进党选情 北北基桃竹甚至台中 搞到影响选情 被形容为一师六命 绿营党内更传出幻见神浪 假的议题 制造内部的这个矛盾 何行吼如鱼金 影响到小英的点微的部分 小英的个性来讲是 他从来不会认错 他要硬拗的时候 其他人大概也不敢怎么样 更何况这里还牵扯到 上边不振下两歪 如果他认错的时候 我看搞不好是兵败如山倒 林志健参选这位置 保不保得住 和蔡英文近期互动受关注 两人原本预计上午同框 连行程宣传都出来了 最后以蔡总统行程为由 临时喊咖 但很忙的蔡总统 28号已经找来林志健 等人进官邸谈论文案 更建议林志健 持续用证据向外界说明 小英出手就智坚打兵 网友全炸锅狂轰 这件事重要到总统要介入吗 党政不分也 现在是全党就义人 更有人虽然论文问题 蔡英文很熟的问对人了 林志健从论文门极力撇清 到球场被批执政能力甩锅 连自家人王世健也看不下去 炮轰论文是品格问题 球场是能力问题 论文抄袭的人都可以提名为市长 你说这个有没有沉沦呢 如果抄袭那么明确 还举党捍卫 这个多恐怖啊 黑白颠倒 深陷论文风暴的小英男孩 依旧持续经营 似乎有上位者护航 怎么样都没关系 记者组报道 那么在28号这天 这个林志健就有发声明稿 说绝对没有抄袭 便说自己的台大信箱删除了 加上换了电脑 所以导致论文部分资料有遗失 但是有网友就找出了这个公告了 我们帮大家框了一个红框 清楚写的是说 除非遭到校方退学 或者是国外交换生离校 否则你的信箱是永久保留的哦 等于这句话是狠狠打脸了林志健的说法 另外还有毕业生呢 已经毕业了 但他贴出自己的信箱截图表示说 管中民小党今年初哦 才发新年祝贺给我呢 也就是说虽然他毕业了 还是可以收得到学校的祝贺卡片 也有人调侃说 这个好像是一个最新的剧本 嗯该怎么演下去呢 说到演下去哦 我们就要来看看的是 到底他的信箱是被删除 还是论文真的遗失 还是该不会他是被退学了吧 否则为什么他的信箱会不见了呢 台大这边说 2018年有提醒校友要自行备份 不负担保的责任 另外也有说 依照教育部的学位授语法来行事 那么呢我们就看到的是 像是其他的这个系主任就有说 退回学位是政治语言语法无据 另外也有一方是说 只有校方撤销跟不撤销的问题 那么最新的发展就是 整个来龙去脉 就是现在呢 疑似总统呢 是找了一些重要的人士到官邸去谈谈 这个论文到底该怎么办 那么赖世宝刚才就有痛批 我们有听到了 说是隔空施压台大吗 也呼吁林志坚 如果要继续选就要公开道歉 并且退回学位 基于球场的问题 列伟红孟凯就质疑说 原本应该是年底才完工的球场 到底是谁先批准 谁先说可以提前使用的 让球迷跟球员身陷危机 但是林志坚却说 这都是别党在泼塌脏水 说应该要回归正常的选举 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水操水的高下立判 余正坊一次讲清楚 林志坚二十天还讲不清楚 这么简单的事情 要老实动众 想办法怎么样 不要换奸 继续用政治化 把它抹得黑黑的 说这是燃力对决等等的 就要把它带过去 台湾大百姓有这么笨吗 我们这么好骗吗 其实我在这里公开呼吁 林志坚当然可以选 公开道歉 然后退回硕士论文 放弃学位 中华大学的硕士学位放弃 台湾大学的硕士学位放弃 然后你要继续选 你只想听你 你还有办法选 那你去选 以总统的高度 他居然隔空篡政 隔空施压 这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总统 该有的做法跟态度 小英的南海值得你这样户吗 林志坚市长 当时还是市长 现在 你明明知道工程是今年年底才会完工 谁批准 这个球场可以提前使用 新竹市立棒球场不是只剩收尾完工的赛这个施工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根本是工期到今年年底才完工 到目前此时此刻都还是工地状态 都还是施工中状态 球迷球员 做何感想 当然是泼脏水 那不过这个我看他们现在所提出来的每一个资料 其实都是把旧的东西再说一次 但我想这个是民众所不乐见的 我很期盼大家 在这个事件上赶快停下来 然后我们赶快就选举 回归正轨 来谈政机谈政见 持续来掌握为了这个 现在林志坚的论文案 那么民嘴都在痛批 包括黄阳明在脸书上也有说 他已经在今天完成了 像监察院陈勤 那么他检举林志坚 在新竹市长任内公司不分 将论文的这些小事情 自己私人的事情 交由市府机要杨林怡来处理 这是不对的事情 所以他前往检举 并且完成陈勤的手续 过程只要三分钟 不过有机下人员告诉他 陈勤的内容已经有监委立案调查 那么也希望到时候 这两个人可以说真话 另外他在中天的节目上也有说 要国安局长陈明通回答 是不是在台大论文案爆发后 曾经打电话给于正皇有关切呢 今天在脸书上黄阳明也继续发问说 他希望陈明通可以给个答案 如果你有在煮饭的朋友 或者是您吃过这款 海皇XO干贝仗的朋友 您一定会知道 它的美味到底会多让人回味无穷 现在购买 记得快点够 输入我的折扣码 CTI-71G 就可以买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了